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只叫春福荣 我已经做过很多错诸行 希望你们看我的故事 可以改变你们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直接事工 我名字叫春福荣 我专修的专修地板 吴昌娇当年接引春福荣加入此季 六年间与真福荣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本来福荣书中也是另外一个道场的 所以她来做环保的时候 也很欢喜这样 她的印象 她真的很少讲话 她是默默地去做的 也很能够去帮助人家 没有讲泪什么的 就是我讲的她跟所有的人 就是很好的缘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她 陈建生与真福荣同为此季志工 相似的过去 让两人相处更有默契 相互扶持 福荣我是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 是经过一个大德 她就介绍这个福荣师兄 来阿曼福利的长城环保点 那边做那个环保 她来不出 当天我就觉得这个人 是可以长期去做的一个人 容易口通 她佛门进来了 了解到行善可以累积功德 对自己 从那时候就很精进 什么活动她有去参加 好 刮拉十八丁 是西马霹雳州靠海的一个 朴素安逸渔村 过去也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传统渔村 因为邻近的内陆城镇太平 早期蕴藏丰富的西矿 二十世纪末就开始发迹 引进大批华人矿工 十八丁也因此慢慢发展起来 那里的老房子沿着十八丁河 伊河岸而建 形成聚落 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十八丁 这个地方 对真芙蓉的人生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 大家对她的过去好奇吗 那时候应该是十八岁 我应该是十八岁这样 我开始 那时候 抽白粉 要试看 要怎么挂影哟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奇啊 有 哪里阿 漂亮啊 来 来 Zero 八只鸟会碎啊 来 来 来 你看 你们两个事干嘛 没有 想去开玩 为什么我最近这么苦 我心里很短嘛 不会害人 为什么我身体很苦啊 因为他亲生父亲往生了 他妈妈又在家 立父就生了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 他们兄弟的感觉都很好的 因为他捕鱼的嘛 捕鱼那些朋友都是吸毒的 然后又去卡拉OK啊 摇头玩啊 因为那个声响 一蹦蹦蹦 他就头一直摇 摇到这些都不知道 他有跟我讲 他也有赌博 赌到之前赌 只是他会不去害人啊 因为毕竟都残了人 而且环境的因素 所以就变成他很消遣了 所以来得刺激 他找这个方向 他就慢慢醒觉 他就慢慢慢慢就 这个病毒他就没有碰了 然后你抽这些东西啊 有地方买啊 因为我们干梦干梦啊 很多卖那种药的 你买一次第二次 人家送给你了 会送来的 跟那个我们在基隆坡 买药头一样的 你第二次 你打电话联络他 他会送给他 一天都没有电话 一天都用嘴巴讲的 我们全部都吃了 你不要去找人很幸福的 然后我们干梦干梦哦 他就到你找到一次 第二次他找你了 然后我们补鱼有船的嘛 然后你的白粉哦 他会来船找你哦 人家去了哦 你跟他讲你要买白粉 然后他买 你看你要买多少的 买10块 还是20块 这样给他买哦 20块比较多的 10块比较少的 ok 我是有些过 譬如这边白粉一样 他不要烧巴了 他那个卖 这样拉拉去这样 你做错了就没有力了嘛 不会动了嘛 就弹了碎碎碎碎了 然后就很害这样哦 他脑很反想这样啊 好像乱想啊 想东西想 然后你不用想东西这样哦 你想很高兴这样哦 啊 啊 还有那个针就麻烦 你要打针了 他倒进去 倒进去 倒进去 那边烧烧的给他 好像有水哦 他们拿个针哦 抽那个水起来 再打下去这样 那医生打针那种 那看看哪里有根啊 他板起来这样板起来就打哦 你打不对就死了哦 那种比较危险的 那大马是要加湿的那种 他好像有一个工这样哦 冰毒的是要加湿的 他好像一个杯这样啊 点哦 他抽起来这样的 一次重如佛 往返新加坡的途中 他因吸毒 被海关抓获 那时候应该是 九十七年开始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工嘛 一个礼拜没有事做啊 好像一般盘丢啊 我们偶尔会出来游厚 那时候摇头发了 他警察出来抓了嘛 我们不小心嘛 给他抓到咯 抓到里面念尿 念到里面有毒 然后最后就 不可以进新加坡嘛 经历这次的教训 郑芙蓉能否就此改过 重新走回正轨呢 让我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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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的叛逆 让她的人生 脱离了原来的轨道 母亲的离世 成为压垮她的 最后一根稻草 十岁辍学后 她当上派报员 后来从事渔业 由于环境影响 她学会了赌博和抽烟 因为不会读书 要想做工匠 我十岁一看 开始种菜 然后种菜 种过后 就没有种 就卖包子 应该是十六岁 就出海捕鱼 到二十岁 我就在新加坡 抓人民 然后过后 又来浸泡 因为晚上我们补鱼回来 就没有自己做的 就赌博这样 赌博的时候 有时候太抽 不会太抽 赌品了 其实 因为她的脸上我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跟平常不一样 完全没有 有没有发脾气 有没有讲类 什么都没有 好像平常人这样的 所以 我也不 没有去问她背景 因为她要收针 我觉得 所以好像访问她 你讲什么我就写写写写 然后在那边 原来你的背景 你这样子啊 所以在那边我才知道 深入的时候是经过一年过后 前夕的时候她就慢慢讲 讲起她的那个故事 就知道她过去 她有去吃那些摇头缘 或者是毒品的 淹不离生 这种东西 很多坏习惯 还有毒 毒麻吉那些 她经过那个很苦的人生的那个境界 其实我也是跟她人生也是差不多 但是我没有她这么严重 让子回头 这些东西就是很普遍 我觉得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呢 我母亲 我不太清楚 太小了 应该是18岁了 我记得她是很疼我的 她每次回来 她会准备那饭开给我吃的 她往生说我们没有带在相邦 我是不知道她怎么病死的 不舍这样啊 好像不舍好好的人这样往生 能吃的 当然 我喜欢那种 这个就不舍好 那我已经是在爱 但这个军事 也不料 这样 她也不得了 我妈妈 打开 自己的东西 我可以爱她 我妈妈 给她 她妈妈 她 我们可以带她 买 太平派五千 陈明就回去了 每年过年有拜就回去 去拜他 亦起儿时一次发烧 母亲背着他去就医的情景 真芙蓉嘴角 偶尔浮现起一丝无奈的笑 母亲过世后 丧母之痛 让他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自暴自弃 在朋友的影响下 他第一次接触毒品 开始吸毒 我医护 这我医护是更好的 他妈讲 你在年轻不要抽这些东西不好 我不听他话 不听他欠 最后他死了 我也是很难过 接着是很幸福 蛮幸福的 你整天好像没有力 腰痛到天天要拉手 你试图 去哪里人都不喜欢 人家看不起你 本来是那东西不是你偷的 人家会讲你偷的 好像我的姑姑 我没有偷到钱 她讲我偷到钱 我让你大 让你吃 如果要偷我的 如果要偷到钱 如果要偷到钱 滚爽的 他怎么会偷我的 两生去做下去了 有了 看着我 我留在这 因为我偷上头的 然后他另外 因为我偷到东西 好像没有生他去 我们最不好 你没办法 因为你要吸毒 在吸毒及戒毒的过程中 不断徘徊 他用上了大半辈子 与毒品抗争 讲毒瘾 我要讲到两方面 一个生瘾 一个叫做心瘾 生瘾 就海洛因 麻啡 或者是这个鸦片 我们所谓的 现在所谓的硬性毒品 hard drug 硬性毒品 这些会破坏我们的身体 你要变痛就变痛 PT又来 什么那种 那种心骨 所以会弄到我们 偷啊好强啊 什么都敢做 第二部分 那个心瘾 就是最难记得 是心瘾 接触所 有常常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当你染上吸毒 你一生都要解毒 那个心瘾很厉害的 一个不小心 很容易就 又回头去 呼吸 所以为什么 你们会问 为什么他们 翻翻覆覆覆又回去 就是他们敌不过那个心瘾 曾福荣是社会上 无数吸毒者的缩影 沉沦容易 但是就算觉悟后 有新阶段 也很难 所以我们有中国人 有一句话 敬诸者车 敬墨者黑 就是这样 身心瘾是说 其实我们 一个吸毒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上 我们的社会关系 已经遭受很极大的破坏了 甚至跟家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鼓励很强调 叫他们去参加这些的社区活动 甚至他们自己家里的活动 我们都是去鼓励他们参加 你就看到人家认同你 你就有盼望 一场车祸 放沉沦毒海多年的他 忽然醒悟 因缘即合 他在环保站 从时彩色人生 数十年时间被毒品捆绑 从前抓着一包包毒品的手 如今手里尽是环保资源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他决心改变 时间回到2013年的某个深夜 他在服食安载完后 独自驾车回乡 结果发生了严重车祸 好像晚上12点 14点 我叫朋友回家嘛 然后就一个人回去嘛 他总是好像 做了好像没有意义这样 还想死这样 那时候想尽杀这样 就一直做一些拼拼 没有钱的 那个车那个 那个拍子 他没有了 然后叫车 叫一半 不知道装路牌 然后总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起来 那车整个什么也不会用 那时候我心里还有东西 还有那个外宅 然后快丢掉嘛 怕警察来了 那时候他拿好兵 警察没有来 那时候开始 就找那个泼堂 进泼堂 然后找找找死去 改过自新容易吗 曾芙蓉在忏悔中慢慢转念 终于找到好好活下去的重心 慈悸成为他体悟人生的新世界 14年有天时劇的嘛 就那时候开始就没有 什么都没有改造完 毒啦 吸毒啦 那个抽烟就去到完 那时候刚遇到那个 安定卖灾的 然后我问他 哪里有泼堂 然后他接到我去念经 念经念过后 他讲 你要不要做环保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环保 你在那里做环保就没烦恼 我做一次过后 我以后第二次 然后最后就慢慢慢慢 让师姐带我 要不要做志工 我都可以啊 还是要开始做会员 慢慢慢慢 一次年就 珍惜 然后16年培兴 培兴 培兴两年 第三年就回台出受证 上那个地址 一定要做 除了环保 郑芙蓉的志工生活 丰富而忙碌 任何可以付出的机会 他都乐于承担 哦 KKB 我们有频道去KKB 给他们冲凉啊 换便布啊 捡头发 然后 我抱抱着冲凉啊 你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它味道很重啊 然后去酒啊 都不会了 你想我们 真的我们做人啊 真的你看 我们每次看 真的我们是不是很幸福 你看他们几个人 哦 又一天坐在床上 又不会 不会冲凉 不会减脑吧 只要我就会很惨一下啦 我的小妹母亲嘛 人家病还要惨啊 病癌刺激过后 有什么改变呢 改变 提气哦 那个好像看人啊 不要看不掉咯 只要一次好像是 你看人 又跟人家借好人 不要抹黑 不要讲话 不要太大声这样啊 散知识 也就是所谓的好朋友 为真芙蓉带来安全感 与使命感 自己的精力 也成为鲜活的生命教材 现在的芙蓉师兄 就比以前啊 就是说 比较有自信 然后比较开朗 有什么话题都他都讲出来的 他经过很苦的人生的那个境界啦 我觉得现在他就是因为他经过这些 人生比较艰苦的时候啊 他人就成熟会想会珍惜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有这些经历 所以他在这个道路上比较坚定 在堆积如山的环保资源里 曾芙蓉在这里找到人生 重新来过的机会 刚开始借完 借到独了过后啊 出去找工就很难 不会啦 所以我一直做工就很努力了 因为老板非常喜欢我了 我在新加坡好 在马来西亚做工是很难 我没有换到工了 然后这个老板 我跟他做工18年了 到现在了 然后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就抽百分了 最后悔了 不会想 找这个想就不要这样了 为什么不要华为做人 因为抽东东西 因为我妈妈往生上害自己 没有照顾妈妈 她生病我不知道 然后最后往生 好像工作不了自己 才会抽哪些东西 因为我父母很好了 他根本是很好的 不然是他不知道亲亲母 爸爸还是很好 他喝酒喝死掉 他很伤心 为什么以前不要给人家欠 华为抽那些东西 他还是不喜欢的 他是很疼我现在的 然后我就去他往生 我现在真的很伤心 没有照顾妈妈 没有照顾爸爸 两兄弟姐妹没有照顾好孩 给他们好像整个家散到晚了 我很感动妈妈 带我在最好的地方来 对不起他们 为他们欠 走不该走的路 现在你最珍惜什么东西 珍惜就是做好事 做时善 多一点信上人的法 比较开心一点 好像我们今天做时间 不会烦恼 不会弄点东西 你听听好像有看上人的法 你不会去想那些 不应该想东西 我觉得既然已经发行 要去改变这条路 我们以前走过来 就很无奈 那时候没有遇到一些好的人 甚至是去拉我们一把 我们就无忽忽 做了很多坏事 就是希望大家 还在那条路走至的 听了我们的分享之后 希望他们会得到一些 生同感受的感觉 希望可以启发他们的一些 善心 可以转移一下他们的命运 就是讲了讲 我们三分都不可以去 我希望故事 可以帮到很多的人 不要走那个不该走的路 吸毒 赌博 抽烟 喝酒 那种是不好的 希望你们好走你的路 谢谢大家 或许就像环保资源可以再生 曾芙蓉找到努力的目标 愿意改过千善 自然产生勇气向前迈进 曾经误入歧途的人 走回正道 更为社会增添了一股良善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也请不吝点赞,订阅